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好 高清姐 辣椒水是很好的防身器材嗎 辣椒水是一個 我們以前叫做防藍噴霧劑 很多都會買一個放在小包包 一個小小一瓶 後來改良的大一點 比較大一點 女生啦 其實這次內政部長徐國人 他講的這個道理 這個方式也不無道理 我們說真的 它不是一個最完善的方式 可是它是不得已中的一個辦法 因為你現在很多 職大業班的人也好 或者是這些加油站的員工也好 你碰到一個突發狀況 你那個防藍噴霧劑或者辣椒水 不是管制的 你就放在你店後面 你隨手拿得到的地方 你拿得到的地方 就算歹徒看到你 真的要攻擊你 他看到你旁邊就有一罐辣椒水在 他應該也不至於 馬上就對你實施攻擊 那個是有一個 我們說沒有辦法根治一個 根本的一個方法 但是可以立刻見效說 保障你現在有起衝突 不然如果辣椒水 給你噴下去 好 你給我噴 你明天看你下班你看看 換回來還找你 辣椒水買多少買 辣椒水其實你 現在有網路比較方便 以前沒有網路是到軍用品 去購買 軍用品店 對 軍用品店去購買 小菜辣椒水如何 我覺得如果說現在 因為現在很多種方式 辣椒水跟這個防藍噴霧器裡面 我是比較建議用那個辣椒水 為什麼 因為辣椒水比較 比較比較 比較不會傷害到自己 因為那個防藍噴霧 因為我們之前有試過 你一噴出去 你周遭的人 包括你自己全部都撞不住 都摀這樣喔 對 你都撞不住 因為你在超商是密閉的 超商是密閉的 一噴下去 你真的連自己都會受害 那辣椒水 它是比較有直接性 像我們噴水 那一點點水 鑄那種 對 它是直接噴到 對方的臉 身上 但是噴的時候 是不是要順風噴 其實那個沒有 逆風就最多噴 對 辣椒水 那個還好 那個比較稍微 就不要真的很強風的話 你比較不會受到影響 但是防藍噴霧的話 絕對會受到影響 跟他幫他水 對 有一種那種感覺 不過我是這樣子想 因為其實你看 我們全國各地的超商 都有一個 幾乎都有一個功能 也就是說跟各縣市 當初 我們要這樣反過來想 是跟各縣市的警察單位 都有合作 所謂成立所謂變成愛心服務站 也就是說 大家都在一直呼籲 我們的小朋友 民眾 有什麼急難救助 或者就是說遇到危險的時候 就要先躲到超商 跟超商店員求救 過去都是一直這樣做 可是現在突然間要反過來 超商店員遇到危險的時候 怎麼跟大家求救 所以其實 我有一個小小的建議就是說 像我們的銀行 都有做警民連線 那超商的話 他好像目前並沒有完全 實施警民連線 也就是說我警民連線 是我轄區內 一個派出所 轄區內的超商 其實我們如果有警報系統 我們可以連到這個派出所內 或是我們在店外做個 比較大的警示的紅燈 或是風鳴器 也就是遇到警察 緊急狀況的時候 你只要店員一按 你馬上通報派出所 即使沒有這一套沒有做到 你外面的風鳴器大響 也會引起路人的注意 這個至少先保自己自身安全 你開車 你車裡面有放球棒嗎 還是放什麼 沒有 但是我應該這樣講 十幾年前有 十幾年前有 對 因為那個時候 可能自己也年少氣盛 然後總之 而且我那時候 每天晚上在外面跑新聞 總是覺得不安全 我都會 那為什麼現在不放 放一隻警棍 那不是不是球棒 那你為什麼現在不放 因為我覺得現在 我覺得也想了豁達了 因為我現在凡事都閃 對 我現在採取的措施是 全部閃 包括工作嗎 沒有 工作不能閃 工作超積極 但是碰到這種 可能會有危險的狀況 我一定都閃 我覺得你參加節目有專心 對 我不要硬碰硬 因為我真的印象中很深刻 對 馬醫師大概有印象 那時候之前有個刑事局的警官 對 他就是開車去一家大小 然後去那個超商買東西 看一群小朋友懶惰小孩 在外面這樣子 然後他大概叫囂 他就搖下車窗來 然後要跟對方理論 就一隻手馬上就被砍下來 活生生馬上就被砍下來 人家根本不跟你講什麼 對 所以何必要去做 我說何必要去趨近雨危險 我覺得遠離危險比較重 那高情景你開車有帶給C嗎 不會 我不會帶任何的工具 因為就像小代講的 我現在我們開車是一定守本分 可是你碰到後面 不管是要幫你搖 還是幫你按喇叭的 我們就是慢一點 給他過 給就好了 萬一就是說真的 如果說不小心有發生到任何插狀 其實我第一個動作也都會 直接電話打110 我們不需要下來跟他 看車況還是什麼 還是有人要跟你講的時候 你有一個東西可以防身 一般是 我現在不要去想那個問題 因為我車上 有時候我會帶孩子們出門 我就是盡量去保護孩子 我不會去跟任何人來 起任何的行車糾紛 我的看法其實 會發生衝突會拿球 球棒是為了 當下在現場使用 那我的想法是 我不會在現場留 我就不會拿 我必須要求棒 絕對不要留在現場 他要拿東西下來 我就從頭按喇叭到尾 我就開油門採油門 我就走好 我一樣 我要採油門 我情願引起別人的注意 我也不要拿球棒 在那邊跟他錄 因為球棒的部分 今天沒有砸尾砸我車 因為我車開比較好 所以我覺得 還是不要球棒好 好 你開什麼車 就覺得說不要球棒 我是開玩笑 我是覺得說 我是覺得說 開什麼車可以給球棒砸 衝突的現場 你拿球棒 只有讓你自由 在現場的時間會增加 那風險就會增加 那倒不如我留在車上 兩個事情 真的塞車 我跟你說 真的塞車前後都有人 他敢對你怎麼樣 我就不相信 前面行車記錄器 後面行車記錄器 還有路人假會 路人也會出來 正義謀人會出來 你不會這樣 路邊的人馬上給你報警 那我都不擔心 我最擔心的是沒有人 因為我曾經看過 我覺得看得很恐怖 就是前面已經紅燈了 但是他在那邊的時候 我就看到有人騎往前車 騎往前車的人很氣很氣很氣 一直把他叫他 他知道你會叫他 所以他也開很快 他覺得可能會發生危險 結果因為紅燈嘛 所以就停下來 停下來以後你知道 那個追他的人 就把所有的車子都一直 把他叫他開 開去旁邊 還會看他有多想起 他下去 那個人說起來 他很粗大 就把他搖車窗 下去 你下去 你下去 你開什麼車 然後那個人大概不敢下來 那個人不下來 然後這個人就更加囂張 就說 臭死了 滿山至今 然後呢 後來他上去以後 又還是紅燈 他又很生氣 又下來 再叫一次 後來因為你通常是九十秒 然後後來那個人就咻就走掉 可是我老實講 我覺得 那個人我看到 也是故意人 他也沒什麼價值 他就是講他理論 就覺得很氣很氣 可是你知道蜜蜜蜜嗎 我知道 蜜蜜蜜蜜 我們就四點而已 你都不知道對方幾點 對啊 蜜蜜蜜蜜蜜蜜 小時候有看過 那個過年人間在玩 蜜蜜蜜蜜 就是一種蜜蜜 有時候蜜蜜蜜 你就知道 我們自己四點而已 四點 你如果拍一拍球 你都不知道 對方是五點 六點 七點 八點 九點 搞不好人家打了 心也好 你不知道 對啊 你不知道它心也好 對 它有槍嗎 它有沒有刀 對不對 雖然你用劍 但是你看它噴兩刀 你也鑽蜜 所以說最好的一個方法 就是你真的像馬醫師講 不要下車 對 因為我覺得 目前以國內的這些 不管是高級車 普通轎車 我覺得如果你只是 哪一根單純的球棒來講 大概都還有承受好幾分鐘 它努力打的那個能力 那好幾分鐘內 你可以做很多事情 不管你要報警 或是你也開車閃 都好 但是千萬你就是車窗 不要搖下來 你就是都在裡面 因為你只要車窗搖下來 或是你開門下車 你危險就上身 是 是 廖車窗戶 什麼 因為那個 馬律師剛講到一個畫面 我就想到 有一次我自己開車 然後我就被攔截 你知道嗎 那前面的車擋住我 然後就下來 一票人都拿那個刀子 對 然後 在宜蘭嗎 對 在宜蘭 然後所以我現在車上 一定放辣椒水 然後一支那個高爾夫球棒 你喔 怎麼男生都沒有準備 對 因為我那一次我嚇到了 對 我放到比較有安全感 你知道嗎 因為鄉下 在宜蘭鄉下 有的路 你八九點沒什麼車 我那一次就是晚上 那時候我還做房地產的時候 就滿晚 差不多九點多 將近十點嘛 我一個人開車要回家 結果我在半路 那一條路比較偏僻 結果就一部車速度很快 結果攔截在我的前面 我嚇一跳趕快緊急煞車 你知道嗎 結果下來怎麼 因為我們有大燈嘛 就看到一票人 我都不認識 為什麼拿那個西瓜刀什麼刀 然後就在我引擎蓋一直敲 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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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嚇到 我就像那個馬律師講的 這些人我不認識 怎麼樣 要搶劫嗎 因為以前做房地產的時候 有時候身上會有巨款 要搶劫嗎 我就想 好 如果我做好的瞬間 我就想 如果要搶劫錢給他 OK 可是我看他們拿西瓜刀 你當下的反應會想要自救 我就喇叭一直按著 一直 然後後面就有慢慢車子來 就放慢速度 你知道嗎 後來那個 他們的車子 有人拿手電筒來照 我就聽到他們在喊 站到車 站到車 他照到我說站到車 女生嘛 對 站到車 然後他們就馬上跑走了 討債機 曾大哥你知道嗎 我那時候停在路邊 好久都沒有辦法開車 太嚇到了 太嚇到了 沒有啦 是不是這樣 但是嚇到 我就 後來我就想 你不要跟他講 你車不用給我修理 你說不就 後來我就想到 我車上一定要放一些自救的東西 你那個叫無球桿 是鐵桿還木桿 鐵桿啊 幾號桿 我忘記了 三號還七號還五號 這個因為這麼多的事件 所以呢 這個 有人就準備了球棒 那 內政部說 如果查到的話要註記 那請教一下小太 註記的意思是什麼 我覺得其實應該要解釋一下 因為大家可能 比較有一點擴大解釋 就是說 其實他當然所謂講註記 我們以前是講查禁 查貨就微禁嘛 微禁品 那我叫沒收或什麼等等 但他所謂的註記就是說 你在你的那個 他會先查你身分 譬如說我今天 攔檢到高大哥的車 然後我一查 高大哥沒有身分 但是他車上有一支球棒 其實是基本上不會去 沒有身分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沒有前科 沒有前科紀錄 那我基本上是比較不會去 去理會 那你OK 自由放行 但是大家當然還會詢問 你這個要做什麼用途 可是真正的註記 是有四大類型 也就是我今天 攔到小戴 小戴 有性侵前科 或者有暴力前科 或是他曾經是 有毒品 或是幫派列管 分子等等 那我現在就 馬上註記 在你的那個紀錄上 他們現在手上不是有一個 小電腦嗎 那小電腦在你的個人的資料上面 註記你有暴力 類似有暴力犯罪的可能性 就是他把你註記上去 因為我記得前幾天 有發生一個事情 就是有兩個人有糾紛 然後有一個人 這個囚瓣要再說人 對方 對方拿拿辣椒水噴 噴一個他沒辦法說 然後他跑回去 跑回去一直下去 然後那個人又從下面 又把他噴了 所以他就受不了 他去求救 那我的感覺是 好像辣椒水勝於囚瓣 距離比較遠 距離也遠 辣椒水的距離 可以比囚瓣還遠 對 它可以噴多遠 大概一公尺 實際上多遠我不知道 應該可以到兩三公尺 大概我 因為我之前在 兩三公尺的我這裡含小袋 也可以噴得到 因為那現在辣椒水 是警方的自視裝備 所以那時候警政署 剛開始要求每位員警 配備辣椒水的時候 他們現在有一個措施 也就是每一個員警 都要接受辣椒水的洗禮 然後他們就是說你要配 然後每一個員警 都要被噴一次 才知道那個效果 對 才知道那個效果 所以我在看他們訓練的時候 大概就是我跟 鄭大哥這種距離 大概就有兩三公尺 那個效 大概水可以噴那麼多 你作為深耳社會記者 你沒有被噴過一次看看 我覺得這種事 還是有偉大的警察去承擔 就這麼沒有實驗精神 因為每個人都 真的疼得這樣 雖然但是我還是要 也可以講 辣椒水不會傷人 它不會傷人 他們馬上被噴完之後 你看大家已經痛得亂七八糟 可是後面用水洗 一直大量沖水之後 馬上就可以恢復了 是 那我想請教一下這個高情景 那尊公這個超商店員 辣椒水放在家 他一般人不會不知道 然後他水質有危險 拿起來就噴了 順手拿得到的地方 你如果有人口角起衝突 你順手拿得到的 就像你 真的就在不離身 我們櫃檯的收營機旁邊 你其實順手都可以拿得到 除非說對方猛拳 直接要攻擊你 像屏東那一隻 跳下去就一隻 把你捲那種蛙眼的那個 那一般來講 你自備這個東西會給 服務 作息的人會有一個心情 會比較放鬆的 我有一個保護的 保護我的一個臨時保護的東西 一個機制在 我覺得現在超商的功能 已經超過我們家 全家勝過我家 所以他的東西 我到那邊做的事情 比我在我家做事情還多 尤其是深夜凌晨的時候 深夜凌晨的時候 沒有地方跑 搞不好只是跑那個地方 大家就認為安危 所以我覺得超商業者 應該要想清楚 你們提供的環境 已經變成一個 大家比在家裡面 還要舒服的環境 賣酒又有桌子在那邊 所以對於員工來講 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可能要 提供了一個幸福的地方給我們 可是員工是危險的 那你怎麼樣去告訴這些 這些客戶說 本公司既然配備了監視器 還有民風器 出事情也可以按 還有警民連線 還有一罐辣椒水放在這邊 就擺明寫個大字辣椒水 我至少人讓人家來 我覺得他不要擺寫辣椒水 不能讓他知道他擺哪裡 不是 我覺得 我覺得應該要讓 市井 市井 跟大家說 我們我們的超商裡面 有這四樣東西 放哪裡不知道 員工隨時在身上 我不告訴你 讓你們來消費的時候 第一個 覺得 我來這邊安全 而第二個 他也安全 我覺得一個超商業者 應該要盡到 這樣的一個義務 而且讓晚上的配置 人力的配置 還有告訴他們員工教育 能夠不要衝突就不要衝突 而且這樣大家宣誓 我們今天怕警察怕什麼 不是這個資本 比如說他有槍 真的 你是因為他的槍 那看我做什麼壞事 去看什麼 因為我們今天會尊重他 尊敬他 有些是他的配備 有些是追於他的威信 有些追於他的職業 但是很難 有些神經病 或者是想要看他夜間 夜深人靜只有一個大夜班來 讓他讓他人家 有可能 去桌上 看著10個人看他去桌上 不一樣 看人 所以我覺得應該要這樣做 超商的確要做好顧客 行為風險管理 對 這個部分還是要保障 同人的安全 大夜班的人 其實比較危險 對 所以如果晚上要工作 很多詐騙集團 白天是犯罪力最高的時候 對 白天的 白天的工作環境 晚上的工作環境是不一樣的 教育訓練都是不一樣的